冰箔銀針, 三文敦語 姑姑 姑姑, 怎麼樣? 之後回去襄陽城通知郭世伯 已經是十五個月了 人總是要死的, 別這麼難過 你有沒有解藥? 有沒有解藥? 兒子, 爹給你殺死毒了 爹不會讓你們死的 老前輩 快點解開我, 我要救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不能死 他們死了, 我生存也沒意義 三娘, 你保佑他們 不要讓他們死 三娘 姑姑, 過兒陪小你一天 不要讓他們死 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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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各位, 這位少俠的傷 不像普通的傷毒 田大夫, 你怎麼也要救他 師弟 是嗎? 真的對不起 老夫自問醫學太膚淺 確實無能為力 不過近來我聞得襄陽城郊外 來了一位名醫 能夠起死回生 就算失了名的眼 每天都能受到他重見光明的 原來真是師叔 好了, 楊兄弟這次有得救了 過兒怎麼樣? 過兒怎麼樣? 師叔, 你是在世華妥 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楊兄弟 起來... 他喝了這幾碗藥 暫時可以鎮住了兵魄銀針的毒 不過他身上還有一種很奇怪的毒 是情花 情花 情花是上古的二位 早已絕種 想不到還有少數樂存 為和人間 大師, 這些毒沒甚麼意思? 這位師主的中毒極深 而且中了兵魄銀針的毒 我恐怕會弱石木齡 過不了今晚 大師, 你一定要想想 有甚麼辦法可以救他 天山雪蓮, 千年人心 你玩, 我馬上去找 師叔, 你雲游四海偏偏來到這裡 可想你跟楊兄弟是多有緣分 正所謂天道有緣人 我求你想想辦法 阿彌陀佛 老衲從沒見過情花 對其毒性亦一目所知 不過佛典之中曾經記載過 不問師師利菩薩 要大智慧化解情花 好, 老衲就想想 盡力人事 師叔, 我陪你去書房 好 龍姑娘, 你也很累了 不如你回房休息, 讓我看著過兒 郭世伯 你的小女兒現在在我師姐那裡 小女兒的事, 晚點再說吧 現在最重要是過兒的傷 絕情谷在哪裡?你告訴我吧 太遲了, 我想靜靜地陪她過今晚 你出去吧 龍姑娘, 凌陶寫命救我們父子 我求你讓我留下來陪她吧 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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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醒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再說過 這真是天意 楊施主的捨己為仁 和我倆的師宅宣絕毒 偏偏碧瓔銀針的毒 和情花的毒是相侵相赶 楊施主反德善果, 暫時保留了性命 大師, 你解得到情花的毒 老衲會跟施侄去絕情焗 親驗情花毒性, 配製解藥 不過在老衲還沒回來之前 楊施主絕不能手動情詩 要不然劇毒一次會比一次離開 不過... 只要救到他, 你就這麼說 敢問姑娘跟楊施主的關係是... 我們會成親 阿彌陀佛 老衲只有盡力而為 大師, 你有話想說, 你就說 天下難得有情人 如果老衲說出來 只會令姑娘痛苦迷惘難以決定 大師, 說 情花的禍害跟一般毒物不同 她毒與情結, 害與心通 我看姑娘跟楊施主 情根深重跟情花的毒 糾纏不清, 難以解決 請大師明示 如果楊施主能夠揮衛劍斬情詩 這樣情花之道就不弱而言 老衲去絕情谷 只不過盡人事 楊施主的性命 仍然要靠她自己 多謝大師的指點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伸出了一條 專門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